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雁平陪你回去 好吧 郑大哥 你可是 行的 大逊小姐回来了 大逊 都回来了 还站着干嘛 坐吧 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这个爹给忘了呢 我今天是陪少敏回来向您辞行的 辞行 要去哪儿 天津 和中城 本来中城是不赞成我回来向您辞行 可是 是我坚持要回来看看您 从小到大 你就那么宠我 那么爱我 我不想让你觉得 我是一个不孝女 你要是真的那么孝顺的话 你就该留在爹的身边呢 少敏回来完全就是因为孝心啊 他暂时把彼此的处境都放在一旁不再想 他只是认为 毕竟生他养他的是你这个爹 所以希望大帅你别再为难他 为难他 我把自己女儿留在身边 这也叫为难吧 要他跟中城离开上海 完全是剑宇的意思 剑宇不希望他们两个置身在他跟你的恩怨之间 左右为难 一个个都要离开我 难道我孙孝秋 真有那么可怕吗 爹 其实你一点都不可怕 只是在我眼里 我觉得你很可悲 殷先生在你身边那么多年 五姨太对你那么死心塌地 六姨太甚至用死来劝诫你 可是 你还是让他们一个个伤心地离开你 这也包括我在内 我不需要你来教训我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人都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 大帅 少明讲的每句话都是实话 他今天不是回来教训你 他只是想利用这次的见面机会 好好劝劝你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是 爹 答应我 好好反省反省你自己 好吗 我没什么好反省的 要反省的是你们自己 我希望 今天我们后面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再相见 少明啊 你放心 爹会长命百岁的 爹向您保证 等你下次回上海的时候 爹一定风风光光的 照样在这个大庭里迎接你 好吗 好 少明 之后不早该走了 你保重 不留下来陪陪我 明天再走吧 不行 忠诚还在等我 我们赶着坐最后一班火车 是啊 在你心里 忠诚永远比我重要 好 那得多保重 到了天津 给我写风平安的行 走了 孙小秋 上海滩 永远是孙小秋的天下 会发生什么事 少明 你别多想了 你爹的下场会怎么样 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忠诚 我看你们还是赶快走吧 我送他们出火之战 也好 大姐 姐夫 那你们自己多保重 忠诚 那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啊 大姐 我们在天津等你们回来 我跟剑雨 回到天津去看你们的 燕萍 见到未来的公公 一定要好好表现呢 我担心 长风他爹不喜欢我 不会的 就你这个个性啊 我相信长伯一定会喜欢你这个心 不喜欢的 时间不早了 你们也应该走了 对啊 保重 你也保重 保重 姐夫保重 保重啊 不走啊 好 大姐 你们就别送我们了 好 他们都走了 这房子显得也很冷清啊 他们走了 我们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见你 你怎么约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见面 我是怕给他们发现了 我是到旅店找过你 可是找不到你 我已经跟在山本先生旁边了 好 那这么说 你有什么密报要提供给我们 来 给我看看 你 吉省的资历今天都要到上海来 跟孙小球他们串谋什么秘密会议 这些都是我收集来的资料 而且都是真的 这些资料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知道吉省司令都要来上海 季妃那边呢 甚至连他们每个人住在哪里都知道了 原来你们这么厉害 我还以为这些消息只有我才知道 燕红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你看下一步 能不能 让山本先生 带你去参加那个秘密的会议 最重要的是 会议的内容 我们是很想了解的 我尽力试试看吧 好 静 不跟你多说 我先走 展本先生 你要带他一起进去开会吗 어 雁红他是想见识见识一想 所以今天带他一块去 好像不太恰当吧 胡先生 我人都已经来了 你就让我去见见世面 开开眼界好不好 这里不是让你开眼界的合适场所 你跟了三本先生 以后要见识的场面机会多得很 真的 今天不能让你参加 胡先生说的也是实话 你就乖乖地在车子里等着我吧 好 请令 让我们欢迎日租军区司令员 山本先生 请坐 山本先生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胡司令 刘司令 朱司令 杨司令 欢迎欢迎 吉省的司令今天都在了 我想你们也应该 已经商量出一套具体的计划了吧 具体计划 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 请山本先生 请山本先生过目 胡司令的任务是在日本皇军策动政变之前 确保你们的军火和武器能够顺利地运进来 有把握吗 山本先生 没问题 我这里有把握 每个海关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极限 只要跟上面的人打点核 那么有多少军火都如同入无人之地 至于水路两路的控制 我已经交给刘司令和朱司令负责 杨司令的任务是 负责监视和控制杜日生 杨司令和杜日生有点交情 他可以明白地或者暗示地警告杜日生 不要对我们的计划造成任何障碍 我再重申一遍 这一次的计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要是你们中间有人没有把握 甚至想退出 现在就可以踢出来 山本先生 这几位都是我当年结盟的老战友 我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们 事成之后 苏婉浙照样是我们的天下 他们都吃过北伐军的苦 也都明白 不和日本人合作 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对于他们的忠诚度 山本先生大可不必怀疑 很好 今天由你们各位司令的帮忙 对于未来的计划 我是很有信心的 山本先生 开过了这样一场会议 你大概可以放心地回日本了吧 那当然 山本先生 马到成功 嗯 我知道, 我会详细的向团长报告 现在不方便, 就这样吧 小枫, 孙孝秋那边有没有发展呢 呃, 暂时还没有什么任何新的晨报 你是不是不让我知道了 还是纪飞不让你告诉我 我, 你别为难小枫了 是我跟他下的命令 所有有关孙孝秋的事都不准跟你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 再知道对你没有好处 你是不是不希望我在参与你们的事情 没错, 我是觉得事情会越来越危险 你还是回到天井比较安全 你还是觉得我爱手爱脚是吗 因为接下来的事是我们的任务 我不希望你再插手 对, 建宇, 张大哥只是不希望你做出任何冒险的事 不用说了, 你们想叫我袖手旁观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能告诉我, 那没有关系 我自己想办法 喂, 请抄的, 建宇 喂 好, 那就这样 谁打来的 谁打来的 你们的事情我不管 那我的事情你们也别管 是谁打来的电话 听声音好像是焰火 焰火 跟踪它 嗯 建宇, 我用尽了各种方法 山本还是不带我进去开会 我只能够偷到这份名单 看他们各自要负责的事情 这名单 对我们已经很有用了 谢谢你 我一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啊 我就知道 你一定有收获了 再下来 你可能不会再接到我的电话 为什么呢 因为山本它要回日本 我今天偷跑出来之前 我已经买好了火车票 你要到哪去啊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要去哪里 你都不想告诉我们 建宇 反正我是要离开上海 不要再问我任何问题 我想要到一个我认为安全的乡下去 这么说 你是看破红尘 经历了这么多 能不看破吗 现在 似乎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呢 我只希望你 多多保重 你也是 希望你早日可以达成你的心愿 保重 保重 多保重 绝买 这就不想到 你要不要跟着 你太可怕了 你很好 这纸条写是什么 自己看 剑宇我要离开上海 请原谅我之前所做的一切 雁红 原来雁红写给剑宇的只有这些 这不是雁红交给剑宇的那张纸条 不可能 是我亲眼看到雁红把这张纸条交给剑宇的 你看这纸上的字 这是剑宇的笔迹 这不是雁红交给他的 这根本就不是 剑宇 果真是组长 够精明的 没错 雁红那张纸条 我给烧了 剑宇 雁红给你写的到底是什么情报 你可以让长风跟踪我 我也不知道 你这是关心我呢 还是怀疑我 接下来 你们查你们的 我查我的 我相信 我一定能找到孙孝丘的罪证 剑宇 剑宇 张大哥 需不需要阻止他 以他的个性是没有用的 我倒是担心他的安慰 杜老板 你是 不好意思 路上迟了一点 因为有人跟踪我 我想甩架他 哦 是团长夫人 叫我进你就好了 你 你这样乔中打扮 是不是又运上什么麻烦了 杜老板 你曾经救过我一命 这事我一直记在心上 这次我想还你这个人情 也救你一命 救我一命 那你就看看 这个秘密会议的记录吧 看完你就会相信 这个记录是真的吗 你总不会告诉我说 除了孙孝丘以外 他的几个走狗到了上海的事情 你根本就不知道吧 孙孝丘要派杨毅信 那不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上次你曾经帮过我的忙 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 你已经不是他的人了 所谓一山荣不得二虎 不是不可能 只是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要对我下手 想到对付他的办法了吗 不可能 孙孝丘未免太小看杜某了吧 杜老板 你也别太激动 杀孙孝丘的任务呢 就交给我吧 我知道下个月初一 他一定会按照和记者说的那样 在居林寺剃毒出家 你想在居林寺下手 你不用再问了 我只是希望你 借助上海的力量 除了孙孝丘以外 能控制住其他的人 然后 不让他们参加孙孝丘的剃毒仪式 有困难 请放心吧 我会摆平他们 那好 后会也请 请 请 对不起啊 请问居林寺怎么办 往那边直直走就到了 好 请问师傅 听说 听说这几天 这儿有个大法 是不是啊 对 除以那天 慧宁就会在这里剃毒 正是归依佛门 嗯 那个叫慧宁的 是不是就是孙孝丘啊 对 是他 阿弥陀佛 像他这样经历了半世杀戮的人 居然可以抛弃世间的一切功名利落 前行佛门 你不得不相信佛法无边啊 是是是是 这真是不容易 所以我想 那天我来参加他的剃毒仪式 我们这边有很多戴法修行的弟子 到时候也会练习 施主到时候可以和他们一起 谢谢师傅 呃 我最后想问一声 你知不知道居士人在哪里 哦 这边出去 左拐弯就到了 这边出去啊 嗯 好 谢谢师傅 施主请自便 谢谢 丹丹 丹丹 是你吗 你认错人了吧 我是你大姐 你 怎么会认错你呢 这些日子以来 我们为了你担心受怕 没想到 你竟然躲在这儿 这儿有声不好的 六根清静 清静入手 我打算 我打算 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就在这儿出家 别说这种违心的话 我是你大姐 难道不了解你吗 我们三姐妹中 我可能出家 白鹿可能出家 唯独你是不可能出家的 你躲在这儿 只是害怕面对现实 听大姐的话 跟我回去 别勉强我 别再勉强我 我决定离开季妃的时候 就已经想清楚了 我不会再回她身边 我不应该抢走她 季妃本来就是你的 我不能再对不起你了 拜拜 别再自责了 我和季妃之间的夫妻缘分 已经结束了 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 能够在一起 能够相亲相爱 度过后半生 听大姐的话 回到季妃身边去吧 好 我想过 我们小时候结拜的时候 我说过一句话 大姐喜欢的 我都喜欢 小时候 红颜无期 可是没想到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这些年 我一直想让我自己想清楚 可是都没有办法做到 事到如今 我不想再想 我觉得 我跟季妃的事情 都是上天安排的 灯灯 过去就让她过去吧 赶紧 现在 guidance 把身体照顾好 不要再想那么多了 不管怎么说 我永远是你的大姐 你是我的好妹妹 大姐, 你怎么会来这儿的 我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走一走 没想到来到这儿了 这儿的确是挺清静的 是很清静 本来我都想走了 没想到竟然遇见你 真是意外的收获 大姐, 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这儿 一切都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说 不过丹丹 你也考虑一下大姐跟你说的话 丹丹, 我走了 有空再来看你 大姐,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也是 大姐不在你身边 自己要照顾自己 走了 大姐,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伙 你也不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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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你监督杜日生有什么动静没有 没有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监视他 那就好 明天是孙大帅剃杜出家的大日的 我们要负责保护好他 今天不要喝得太晚了 大伙早点休息吧 怎么回事 杜老板 怎么会是你 坐 坐下 我来通知各位 明天孙秀秋的剃杜仪式由我来保护 不须劳驾各位了 杜日生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想请各位到一个比这儿更安静的地方 休息几天有吃有喝有姑娘陪 只要不轻举妄动 我杜某保证各位的安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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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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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